一诺硬钢小黑子 打狼队就是自信 TTG是败者组最像人的一支队伍 朱亨属实是太敢说了 张大仙不愿意花钱 想卖XYG也很难卖 这是资本的游戏 不适合他 伴随着TTG败者组一穿三 他们下一个对手是DRG 如果能赢这场比赛 那买小白熊就不算太亏 至少能证明 队伍有四强的实力 能够进入季后赛胜者组 而朱亨在观看完 Estar跟涛博的比赛 直言 TTG是败者组最像人的一支队伍 言外之意就是 其他队伍的表现都很差 即便是赢了比赛 TTG后面最大的对手是KSG 并且即便赢了KSG 要打AG或狼队都很难赢 接着还有弹幕说 Estar除了打不过狼队 其他队伍都能赢 这番言论 也视影的众人都哄笑起来 看的是同一个KPL吗 这个败者组 外外没有想到 TTG是最像人的一支队伍 确实没想到 TTG我说真的 常规赛我都快看傻了 这几波操作 但季后赛看起来 TTG真的 确实是最拟人的 我觉得TTG TTG最大的对手是KSG 而且你打完 你很有可能打完KSG之后 狼和AG下来的 你也打不过 Estar除了打不过狼队 其他都能打 我们是看着一个KPL吗 然后就是一诺硬刚小黑子 自从他把FMVP皮肤给了公孙黎 网上就一堆出现了很多小黑子 因为他总决赛没拿出公孙黎 并且 这赛季他的公孙黎胜率很低 以至于一诺经常被喷 对此 他也是改了直播间标题 阿里拿出来就是一分 用这种方式硬刚小黑子 并直言 打狼队第一把 就拿公孙黎 主打的就是自信 阿里拿出来就是一分 不知道怎么输 我的阿里现在强的可怕 打狼队第一把 直接拿阿里 直接一拿阿里 最后白衣教练 谈到了张大仙跟XYG 先是觉得XYG之所以成绩差 主要原因是不愿意花钱 阵容换来换去 都是那几个 还谈到没人愿意买XYG 因为XYG离开了张大仙 啥也不是了 没有他这个ID在战队不值钱 后面还收到了固定席位 那是资本的游戏 张大仙就算有钱买 那也是掏空了家底 还要花钱买赛讯 买选手 他一个人是对抗不了资本的 他YG就是 你觉得他们还能上KPO吗 25号收官之战 也是最后的纪录片吧 影像片吧 XYG的粉丝一定要买现场票 不然就要去买KGO的票 但真的就是 他真的是菜到了一种 不是菜 是不愿意花钱 不愿意改变 就说白了不愿意花钱 俱乐部不愿意花钱 就肯定做不了俱乐部 你以为是第二季啊 又不愿意花钱 又不愿意换人 清朝老兵 XYG 谁会愿意买呀 这个俱乐部离开的张大仙 什么都不是 明白不 掉了KPO没了张大仙 哦 屁不是 就比如说 买了XYG OK 没问题 那是不是要改名 改了名字 比如说什么叫 那个BYG TYG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呢 选手是不是要换 换了选手 然后呢 大仙那边的加持也没有了 那这个俱乐部 还不买一个名额 更便宜的 买个BOA 不比买XYG划算吗 我之前是听说 就是张大仙 想买一个KPL的队伍 张大仙有钱 也不会招他钱啊 基本上都资本完了 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资本的游戏 张大仙还没到那种资本的量级 然后资本是那种 上市公司也好 或者说是那种 上面是有 有大平台 明白吗 大仙是个人玩不起 大仙能掏出这个钱 但掏这个钱是他家底 你知道他这个东西 赚不了钱 明白不 总的来说 TTG常规赛的操作很抽象 季后赛变得还算是正常了 至于一诺 给公孙黎皮肤 主要还是当初中草那一推 帮助队伍赢下比赛 最终拿到冠军 这才是他为什么 这么想要给公孙黎的原因 每一位选手心中最难忘的 就是第一个冠军 而张大仙 估计很难支撑下去了 XYG大概率是要掉回K甲 到时候 他想卖也不好卖 继续玩下去 又是持续的亏钱 只能说 张大仙要面临的抉择有很多 就看他怎么选了 最后大家觉得 张大仙该卖掉XYG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